许许,这都是你的过去,一点一滴都刻在我的心里 许明,谢谢你,带给我这么多美好的回忆 许许啊,三千世纪,你去哪里,我都会永远追随着你 第1128集 在确定南姐短时间内不可能结婚之后 南巡和血明定了他们自己的婚期,就在一个月后 外人看来可能比较仓促,但是以血明如今的财富和地位 别说一个月,就是三天,也能分分钟搞出来一场盛世婚礼 准新娘南巡现在,刚刚进了一家酒吧,似乎是找什么人去了 酒吧里正热闹着,舞池里年轻的男男女女们都在热情舞动 一个穿着白色T恤的俊秀男人使劲摇着头,跟嗑了药一样,疯得不行 两个化着浓妆的女人贴近男人,打算来个真人钢管舞 贴来的女人让男人嫌弃得不行,她赶紧溜出舞池 结果,刚出舞池就听到了一道含笑的女声 这声音,在她听来,却是笑里藏着剪刀,能咔嚓一声剪掉她的大尾巴 男人猛地抬头看去,一眼看到了一张大鼠脸 那脸上笑容也特别熟悉,以前不知见过了多少次了 我去呀,这是恢复记忆的男寻 小霸,别来无恙啊 男寻笑眯眯地看着眼前的人形小霸,朝她不断地走近 小霸吓得头发都要炸起来了 她一个激动正要定住时间,却听到对面走来的女人语气悠然地道 你今天要是不乖,我明天就让阿明亲自来找你哦 是跟我玩呢,还是跟她玩,你想想清楚哦 小霸,一副快气哭的表情 男寻,做人要厚道 是啊,做人要厚道 做瘦瘦呢,更要厚道 咱们现在就来谈谈厚道这个词 小霸一个大男人,差点没直接抱住男寻大腿 男寻呢,爷错了,爷错了还不行吗 你别这样笑,爷觉得甚得慌 两人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 小霸怂地主动给他倒酒 这个酒呢,我尝过了,味道还不错 我刚才是逗你的啊,虽然我是有人罩着的 但我是那种动不动就仗势欺人的人吗 哈,难道你不是 来来来,坐,不要害怕 我一切烦人,能对你这只碉堡的圣兽做什么呢 小霸听到圣兽俩子,整了整自己衣服 端端正正做好 我只是有些事情比较好奇 问问你,你真的不用紧张 小霸叹了一声,不等他问便主动招了 唉,会失忆这件事呢,的确是我瞒了你这么久 但是一开始,爷觉得这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你没必要记得这些 等到后来发生了太多 爷亲眼见证了你和血明大大的感情史 没必要说就变成不忍心说了 南巡的确没有找他算账的意思 只笑着问了句 忘情水啥的,是你胡编乱造的吧 哦,是啊 也想测试一下你对这些记忆的重视程度 结果发现你特别重视 所以爷就更心虚了 要不是爷心虚 哼,能对你有求必应吗 南巡看着他笑得很真诚 小八,你为什么觉得我一定会怪你 如果不是你,我就不会遇到阿明 说起来,你还是我们的媒人 我和阿明都应该感谢你 这次,我就是来给你送情帖的 我和阿明要结婚了 哦,恭喜恭喜 不过,你真不怪我 哼,是我平时坑你坑得太多了吗 让你这么不相信我的话 小八总算是放下了心头的大石头 嘀咕道 唉,你感谢我就行了 血明大大就算了吧 我可受不起 他悲催地发现 就算他成了圣兽 他也还是干不过这四爪赤血腾蛇 想想就好气哦 小八,你的书写得很不错哦 南巡突然转移话题 小八甘笑 哦,是,是吗 为什么没有提到我的淡淡儿子呢 因为爷贴心啊 怕你知道后不能接受 南巡沉默了一会儿 呼得道 小八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小八心中警钟大作 哇塞 你爷不想商量啊 爷真的不想商量啊 在南巡说完 自己想商量的事情之后 小八张大了嘴 他还是低估了南巡的胆大包天 分出一缕原神去看淡淡 你他妈怎么不上天呢 小八震惊得已经没有脾气了 说这句话的语气还算是平静 南巡常常地叹了一声 唉,可是我忍不住了 你能理解一个当妈的心情吗 以前和你一起做任务的时候 不能分心就算了 现在我们都圆满了 我真的好想我儿子啊 首先呢 爷是个汉子 没有啊 实在无法理解你当妈的心情 其次呢 你现在就是个凡人 没有修为的凡人 懂没 唉,请问你要如何分出一缕原神呢 别告诉爷 你又要用什么老实子的 醉离家族秘法 这次是你真正的身体 你要是变成短命鬼了 想想那些你在乎的人吧 他们得多伤心啊 再者呢 就算你成功分出一缕原神 去看淡淡了 但是你也只能眼巴巴地 瞅着你儿子 你说话人家都听不见 看得见摸不着 不觉得虐心吗 最最重要的一点 你居然想瞒着血明大大 偷偷干这种事 要是被他知道了 我是你的同伙 也吃不了兜着走好吗 小巴对血明的畏惧 简直就是深入骨髓 小巴 你说得对 生命成可贵 我们应该善待生命 以前的那些命呢 都是借来的 迟早要离开 但这次不一样 是我自己的命 我不能糟蹋它 南巡垂眸淡淡笑了笑 这么久都忍了 也不差这一次啊 小巴挠了挠头 不解地问道 你和血明大大结婚之后 可以用杜蜜月的借口 去找淡淡的世界吗 到时候看完了淡淡 咱们再回来 等你在这个世界 自然老死了 你就可以用修真世界 淬炼过的那具肉身 随便浪了 多完美啊 说实话 你那具肉身 搁我空间里都不知道 吸走我多少灵气了 你赶紧领走吧 你以为这事 我没有跟阿明提过吗 其实他说的很有道理 安安心心地 过完这一生 然后再回去第一个世界 到时候呢 也能好好地陪陪儿子 不用陪儿子的时候 又惦记这边的人 但我就是控制不住 我总想他 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 血明大大说得好有道理 南巡 得 我放弃了 放弃了还不行吗 等我好好地 陪南姐走完这一生 我再回到 淡淡小的时候 陪着我的淡淡长大 把她教育成一个 根正苗红的正义之士 绝不能 像她爹年轻的时候一样 动不动就吞人 太残忍了 血明 穿越二十一世 不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能找到你 一眼 万年 伤心一样 只爱万别